女儿每当吹一次蜡烛 腿部就会被母亲打折一次 然而这一天 狠毒的母亲竟然火同孩子的继父 将女孩带到马路中间 随后开车反复碾压女孩的小腿部 但由于继父几次失误 孩子受伤程度根本达不到保险赔付要求 女孩则一脸自责让继父再来一次 为达到目的 于是继父一脚由门朝着女孩的腿部开去 起料女孩突然起身 眼见女儿被撞飞数十米 母亲并没有第一时间检查孩子的伤势 反而与继父起了争执 他指责继父用力过猛 因为如果孩子死去 二人不仅得不到保险金 甚至还有可能有坐牢的风险 眼见大事不妙继父无耻地扬长而去 被迫无奈女孩的母亲只好选择报警 然而当警察感到的那一刻都为止震惊 是怎样的车速才会造成这样的惨重 此刻的母亲痛哭流涕地请求警察救救女儿 她的模样让在场的人都深表同情 很快女孩送上了救护车 警察也随之开始调查事发经过 在女孩母亲口中得知 女孩是因玩具熊遗落在马路中央 孩子本想去捡 结果就被高速驶来的车子撞飞 司机没有下车查看 更直接逃离了现场 警察询问是否看清楚司机或是车牌号 母亲则谎称隐约只记的是一辆白色的轿车 见母亲担忧女儿的模样警察也没再多问 然而救护车上的女孩突然口吐鲜血 好在医护人员的及时救治女孩 险些保住了性命 转天警察就在事发现场大面积地搜查 寻找肇事车的蛛丝马迹 然而由于事发路段没有监控现场 也只留下几道刹车痕迹 这足以加大了办案的难度 但很快一名警员 就在草丛中发现了一块汽车玻璃碎片 警局的技术人员凭借轮胎痕迹和玻璃碎片 很快确定了肇事车型那是一辆陈旧的解答车 得此消息后 警员通过全市路段监控一一排查出事的路段 迅速就锁定了肇事车辆 经调查这辆车子 案发后就停在一家公司的地下停车场 警察们立即出动赶去停车场 然而当警察刚到 就发现肇事车内燃起滚滚泥烟 邻近一看发现车内还坐着一名男子 就在警员要打开车子时 消防员阻止了他 原来车子的烟雾触发了报警器 才引来了消防员 在消防员的操作下 肇事车很快被救了出来 当他醒来便承认自己肇事逃逸的事情 良心过意不去才选择自杀 随后男人被送到了医院 女孩母亲得知担架上就是肇事者 愤怒不已的就要与他同归于尽 母亲的反应在此时都显得也是合情合理 而另一边医生在给女孩检查时 发现女孩除了这次的撞伤外 身上还存在一些 让人匪夷所思的16处伤痕 最明显的就是腿 从骨折线和生长板能看出 除顿器锁之外 还有一些不知名的痕迹 这让警方不得不怀疑 女孩是否遭受过虐待 警察立即来到女孩的幼儿园了解情况 随即在老师的口中得知 女孩性格开朗 身体也很健康 而且女孩的母亲也非常疼爱她 种种迹象都洗脱了女孩母亲的嫌疑 可就在警方要离开的那一刻 幼儿园墙上的话引起警员的注意 画上明明是一家三口 为何没在女孩母亲口中 得知男人的一点消息 并且画中女孩的腿更是让人疑惑 带着诸多疑问警员再次来到 女孩母亲的面前 女孩的母亲谎称几个月前 自己确实交往了一个男友 并且还说出 男人不仅对她很是不好 甚至还偷了她全部的钱财 当警员放下对女孩母亲的怀疑时 救护人员却告知 在案发现场 根本没有发现女孩母亲所说的洋娃娃 由此可以推断女孩母亲撒了谎 就此警方对女孩的母亲 展开了深入的调查 结果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情 原来肇事者正是女孩母亲口中的男友 想起医院的那一幕 明显这两个人就是在欺骗警察 而另一边技术人员 也调查出原来女孩腿部不知名的骨折点 竟然就是汽车轮胎所致 还发现车子应该是正面从女孩腿部碾压过去 轮胎形状应该就是出自案发现场的那辆肇事车辆 那就证明孩子并非妈妈所述直接撞飞 但因为案发现场没有监控无法得知经过 突然警方回想起案发现场那天 他曾见过一名外卖小哥便与同事来到外卖公司 调取了整个时间段内的录像 随之一场伤人骗保事件随之揭晓 警方将女孩母亲和女孩继父分别关在审讯室 未能让二人交代事情经过 警方理应外合上演了一场挑拨离间的戏码 在女孩继父面前谎称女孩母亲要让她赔付高额的费 并且要告到她直到关进监狱为止 这直接戳中了男人的心 随后警方拿出男人的电话录音来到女孩母亲面前 又在一个恰当的时间内 带着男人误入了女人的审讯室 这足以打乱了二人的阵脚 万般无奈下女人只好承认二人的关系 但对伤人骗保的事情一律不认 随后警方出示这么多年孩子因外伤兑换的保险金额 让女人给个合理的解释 然而女人却天真的认为 以小孩磕磕碰碰的理由就能搪塑过去 但当警方亮出视频的那一刻 二人沉默了 紧接着警员又讲述出 案发使母亲过机要救女儿 和继父停车场自杀的事情 全然都是自导自演 为能得到那所谓的意外保险金 否则车子不会停在烟雾报警器的下面 因为当地的法律规定 如果未满13周岁的儿童死亡 是没有任何赔偿 面对桌子上一张张孩子触目惊心的照片 母亲丝毫没有联系 然而这个恶毒的母亲并不值 年幼的女儿为了爱她 才会强忍一次次的伤痛 来达到他们的目的 就算在孩子奄奄一息时 心中都在想着毫无人性的母亲 突然女警员开门而入 带来孩子转危为安的消息 男警员却讽刺地说了一句 永久性的残疾赔偿更高 起料这两个人顿时眼前一亮 女孩母亲甚至还漂泊一丝笑容 就在二人为自己做的事情付出代价时 等天到此结束